世界杯阅兵是,桑巴军团强势出击。 巴西是世界杯历史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起,他们是唯一一支从未缺席过这项赛事正赛的球队。 在世界杯上巴西总共获得过五次冠军,两次亚军。 上一次夺冠是在2002年的寒日世界杯。 不过最近三届世界杯,巴西都未能进入最后的决赛。 小摩点评,巴西足球拥有辉煌的历史,但由内马而领衔的新一代球员目前还未能达到昔日前辈们的高度。 巴西的23人名单中只有两人来自国内联赛。 主力阵容全部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 门将是罗马的阿里松,后房由达尼洛、米兰达、地亚哥西尔瓦和马塞尔洛组成,这条防线平均年龄超过30岁。 前场自然由球队核心内马而所领衔,不过他的身边也有热苏斯、威廉、库蒂尼奥分担压力。 内马而依旧是本届巴西的绝对核心,上届世界杯因伤缺席了与德国队的半决赛最终使得巴西遭遇屠杀,经过四年的历练他在各方面都日趋成熟。 内马而在世界杯前已经因伤缺勤熟悦。好在复出后的他状态不错。 首战热神赛面对阵克罗地亚,打入一粒精彩的EV3进球。 小摩点评,本届巴西队阵容年龄结构合理,前场年轻冲击力足够,后场年长经验老到。 当然这支巴西队的上限还是要取决于内马尔的发挥。 巴西主帅蒂特曾在国内豪门科林蒂安、帕尔梅拉斯和米内罗竞技等队指教,在上任巴西队前并未有过国家队指教经验。 自蒂特2016上任主帅后,巴西已连续三年在FIFA排名中保持世界第二。 蒂特执教巴西至今收获16胜三平一负,这20战失穷武力。 近期热身赛中零封了德国、英格兰、克罗地亚等世界强队。 小摩点评,蒂特对于巴西队的改造相当成功,一举将巴西从公认的人才断荡期带到了如今的世界杯夺冠大热门,尤其是在防守端的表现具备冠军像。 巴西将在世界杯中依次面对瑞士、哥斯达黎加和萨维亚。 1.巴西在实力上面对于这三支球队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从蒂特上任后的表现来看巴西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球队表现得非常稳定,三场可选择巴西获胜,赢盘。 2.由于巴西强大的防守能力三场比赛同时可以选择零封对手。